本土剧女星王瞳出演过不少作品 而她与已故男性爱陈竭离二年 然而南方两年前不幸离世 上个月28日是两人结婚纪念日 她也悄悄做一举动 真相曝光暖哭许多网友 据TVBS新闻报道 王瞳近日出席好友新公司记者会 被问到7月28日是 与爱陈的结婚两周年纪念日 她也分享当天在工作中度过 但回家有用手机传赖给爱陈的手机 写下宝贝周年快乐 接着她在用爱陈的手机已读这封讯息 她坦言至今仍保留王夫的手机 而且也每天充电也有持续缴费 手机状态相当好 她手机很新 比我还好 而且两只手机很方便 王瞳目前重心除了在工作也靠着信仰力量支撑 虽然人会经常想起和爱陈的过往 不过对于新恋情她并不排斥 也采取开放态度 甚至直言未来也不排除在迈入下一段婚姻 没有设限 我现在一切都很随缘 喜欢有才华的男生 外表没有太重要 希望对方跟她有共同的信仰 我身为女人 也希望有小孩 她也感性表示 相信爱陈也会希望我能幸福 要用健康的角度看待这件事 我不必会别人跟我谈爱陈 反而很开心 我不希望别人忘记她 而由于她出席唱片公司活动 王瞳也进一步分享 过去爱陈经常鼓励自己出唱片 也会手把手教导她 而日前她在公益演唱会上演唱 亲密爱人 看到妈妈在台下对自己竖起大拇指 也令她相当感动 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忘记爱陈 死亡不是结束 被遗忘才是 王瞳在爱陈离开后 曾这么说过 在爱陈离世后 她靠着信仰和亲友的鼓励陪伴下 才渐渐走出伤痛 她的勇敢和坚强令人心疼也让人轻退 如今她已能和大家分享爱陈生前的趣事 她也乐意听到身边人谈起爱陈 就仿佛她从未离开过 看到王瞳现在的模样 相信在天上的爱陈也会放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